接下來要介紹一個叫做公式小瓢蟲 小瓢蟲那個名字是學生取的 我拿來用小瓢蟲 對我而言這三個公式就只有一個公式 D等於V分之驗 我背完D等於V分之驗之後 我就知道M等於多少V等於多少 對我而言我一定就好 可是有些人就一定要背三個 你光會背D等於V分之驗 他不會知道M等於多少V等於多少 叫做數學上有一點小障礙 以你的數學有點小障礙 我們就教你的方法叫做公式小瓢蟲 這個方法是我在國外的書上看到的 我在國外書上看到的 然後來教同學 因為外國人的數學通常都不太好 所以數學有點小障礙 所以老師就想點怪招來幫同學解決 我這樣教過了幾年之後 我就看到有人也在學我這樣教 我也不要說他偷我的 因為這本來就不是我發你 這本來就不是我 這是我嚴重外國的書上看 我從外國的書上看 發個圓圈圈 橫切一刀 直切一刀 三個位置數 國中的公式大部分都是三個位置數 只有一個熱血公式有四個位置數 把它化成這樣 然後 往裡面塞 往裡面塞 上下 上下是數 左右是層 我用V點IR 是因為我當初看到的就是用V點IR當例子 所以我就用它來當例子 就把它塞進去 V點IR 左右是層嘛 好 然後怎麼用呢 很簡單 把要算的遮住 我現在想要算V 我就把V遮住 所以V等於多少啊 IR V就等於IR V就是IR OK V就是IR 那如果我想要算IA 就把I遮住 V I等於什麼 R分之V I就等於R分之V R 我如果想要算的是 我如果想要算的是R勒 我就想要R就把R遮住 然後R等於什麼 I分之V 這樣你的公式就知道該長什麼德性了 這個小技巧是對那個數學不好的人 數學有點小障礙的人 你的數學OK 就不要管這個了 就不要管這個了 好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啊 背了V等IR之後 不知道它I等於什麼 R等於什麼的 用這個小條蟲幫助你 用小條蟲幫助你 記住它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供下什麼德性 OK 可以嗎 我們來練習一下 請你練習 在你的講義上練習 如果公式是D等於V分之N要怎麼寫 VN是除嘛 所以要寫在上面跟下面 所以要寫作 D等於V分之N OK 好 請問 M等於V分之末呢 體積分之末呢 V末是除嘛 所以要寫在上跟下 所以要寫什麼 M等於V分之末 OK P的F除以A呢 這是二下要學的公式 剛剛講P等於F除以A OK 簡單嗎 簡單 會寫了 會喜歡這樣會用嗎 我告訴你長成這樣 我告訴你小瓢蟲長成這樣 請告訴我F等於多少 F等於多少 F等於多少你就唸給我聽 唸給我聽 可愛小帥哥或大美女 還有一個害羞正像低頭了 OK 好來沒關係 十一號 十一 起立 多少 MA請坐 F等於MA 那M等於多少咧 M等於多少咧 29 29 M等於多少咧 Rodder大聲 不會喔 一共上 你說什麼啦 聽不見 不會喔 5 4 3 2 1 A分之 A分之F 請坐 N分之F N分之F 你OK 你就不要甩什麼小瓢蟲 數學有障礙 你再把那個小瓢蟲拿來用一用 我差兩半應該數學都OK啦 沒有人有障礙 最前提就是要公司要會背 你連公司都沒有背 你連VD IR都不知道 你怎麼可能寫小瓢蟲啊 完全不可能有用嘛 所以最近人家說怎麼樣 公司就要怎樣 背起來啊 背公司我幫不了你忙啊 要你自己背啊 所以 請你自己認真努力的把這些公司定義後背好 然後你才可能去解決那些問題 你才可能用到小瓢蟲 才可能解決那些都都都都 一切一切都要把公司給我背起來 OK嗎 OK OK